我说在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词典当中 不允许出现这样一个词汇 就要插上 社会给予的评价标准呢 有些是社会的 这个性质 时代的特征规定出来的 生发出来的 就我刚才讲资本和技术 大多数社会给予的标准 都是这两样东西生发出来的 你比方说教育 这个教育怎么评价被教育的学生 小学如何评价小学生 这个学校如何评价他的小学生 中学这个学校如何评价再多的中学生 这种评价对中学生本能 小学生本能是截关重要的 你老是在这个小学里面得奖 或者这个中学里面得奖 什么三好学生 优秀学生 那你的精神成长的感觉就非常好 是吧 那么还有一种人呢 就被归为插身 有的中学是做了很错的事情 他把那些成绩一直不好的学生 放到一个班里去了 虽然没给他插身班的名存 大家都知道插身 还有那些学习成绩向来比较好的 那个班 这个班实际上就叫尖子班 这就是一种评价方式 这种评价方式对于个人的精神成长 是极其不利的 是压抑的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一定要改变现状 我以前曾经在某一个场合 发表了我这样一个观点 我说在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词典当中 不允许出现这样一个词汇 叫插身 你是个教育工作者 在你的用语当中 也就是你的词汇里边 你的词典里边 怎么能允许出现插身这次 如果出现插身这次 你就是一个不合格的人 不合格的教育工作 你没资格 插身是怎么被判断出来的呢 不就是文化科考试成绩吗 能拿这条标准来区分优等和 绿等吗 优和差吗 不行 比如说我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 假如这个学校都以体育成绩做 做成了标准的话 我肯定是插身了 那么现在都以文化科考试成绩做标准的话 有些人都自然被列入到插身范围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地方 你也许数学学不好 文化科考试成绩也许不好 但绝不妨碍你是个能工巧家 你做航母做的比所有的人都好 你天生就是个能工巧家 这哪里插过了 将来你是个了不起的公义大师 是吗 你叫我去这个手上捏面人 你做雕塑我做不好的 手蹦得要死的 你打死我我也做不好的 但是我考试倒蛮好的 文化科考试蛮好的 我变成优生他变成产生 怎么可以呢 所以教育有教无类 但类肯定能有差别 类别都要得到很好的教育 都要获得成长的机会 这就看这个学校 看这个校长 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家 充分的让不同的学生 不同的孩子 都得到成长的机会 而不是把一部分人归为插身 我们所有学校的校长 校长首先就是一个教育家 不是你别做校长 哪怕你是小学校长 也是教育家 对一个有失败感的 或者有所谓失败的经历的年轻人 第一句话 就是说 倘若我们所做的事情 一有业于家人 二有业于周遭的人 三也可以有业于整个社会和民族 哪怕这个有业的成分并不那么大 所谓天砖家瓦一类的 这样的人生永不失败 没有失败的人 我曾经在某些讲座里面提到 这个儒家的 出世而后落世的精神 用一句话改观 叫无所谓而为 他针对的是有所谓而为 我们平时做事情都有目的 叫有所谓才去为 要得一个有业于自己的结果 得不到就失败 失败感 卢家说我们人生在世做事情 别把所做的事情当成得到自己目的 的手段 而是这件事本应当做 这件事情因为他自己就是自己的意义 自己就是自己的价值 不做是不应该的 哪怕做了之后 不光带来不了对自己的好处 还会损害自己的利益 也仍然去做 叫自己不可为而为之 没有失败的人生 在这种精神中 没有失败的人生 人的自我评价 要根据本性来评 王阳明讨论过一个问题 我们做事情 没有没有要做自我评价 我们做了也会自我评价 一面做一面也在评价 对过去的事情也有一个自我评价 是我们做的事 他说一般通常就两个标准 一个叫毁欲 毁就是众人都批评你 欲就是众人都批评你 如果得到众人的赞美 我们说这件事情做成功了 自我评价非常正面很好 天下的人都批评了 我们认为这件事作败了 这是一条标准 第二条标准 事情的结果有利于自己的叫得 不利于自己的叫上 上是的上 得上 就两条标准 一个叫毁欲 一个叫得上 杨明说 把这两条标准都去掉 我们如何自我评价我们所做的事呢 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良知的呈现 天理的实现 若是就是成功了 若不是就败了 标准来自内心 所以 这就是 我对年轻人的建议啊 至少两本书 一本六处贪金 一本禅虚罗 它是非常根本的 心血最了不起的地方 就是让每一个人相信自己 评价来自我们的本性 而不来自于社会的标准 心血 禅宗修行成功于佛 他说也是啊 本性之物 建心成佛 民心建心啊 不是别人能度你 你是自信 自度 所以禅宗跟阳明心血 精神一致啊 这是一个是修行 佛教修行 一个是天下关怀 这是如何 佛和卢的差别 所以 年轻人要走出一条 自信勇敢的人生道路 我们不用害怕任何挫折 不要害怕 社会普遍价值标准 对我们的否定 相信自己 自信勇敢 哪怕是贩夫走出 引车卖江泽流 都要收拾精神 自作主张 的大英雄 杨明的原话 对今天这样一个社会的状况来说呢 我们年轻人特别需要这种精神上的力量 但某人工作几十年 心情劳动几十年 终于下岗了 连他的老婆都看不起他 他不要看不起自己 这就是我下说的 心血的精神 现在还我 noodle 他就在心血状态里 他答案挑战